家是什么?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 家是月光下的倾诉 夕阳里的搀扶 家是一份责任 一副重担 也是真正让你觉得温暖 自由 放松的地方 家中的氛围 需要家人共同维护 丈夫眼里有活 妻子口中有话 孩子心里有光 就是一个家最好的模样 一 丈夫眼里有活 曾看过一个关于婚姻的Terry演讲 演讲者总结了很多影响婚姻幸福的因素 其中一个观点颇为有趣 男人喜欢做家务 婚姻往往更加幸福 丈夫眼里有活 主动担起责任 家中自然有暖意流动 丈夫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对家庭漠不关心 家就会变成折磨人的场所 金牌调解中 一位结婚二十年的妈妈 斩钉截铁要求与丈夫离婚 一位丈夫在家里几乎是个废人 一下班就躺沙发刷手机 对家里的脏乱永远视而不见 更不用说主动做个饭洗个碗 孩子生病是妻子带去医院 学校开会时妻子参加 妻子为生活琐事忙得连轴转 丈夫明明有空却袖手旁观 压垮妻子的 是孤军奋战的忙乱 是日积月累对丈夫的失望 有句话说 家庭中鸡飞狗跳与和谐幸福之间 只隔着一个男人 丈夫眼里有活 能帮妻子分担 家庭关系才能松弛温暖 白颜松和妻子朱鸿军结婚时 都处于事业上升级 妻子早出晚归 还要打点家里的一切 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白颜松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即便工作在忙 也会主动帮妻子分担家务 打扫房间 擦窗户 修门 妻子不闭开口 他都会把一切安置妥当 有了孩子以后 他也主动担起家庭的责任 安抚产后情绪低落的妻子 照顾嗷嗷代补的孩子 下厨给妻儿做好吃的饭菜 他的分担里 藏着对妻子的深情 妻子也感念他的付出 在他抑郁难过的日子里 耐心陪伴 两人彼此扶持 家庭和谐美满 米勒 伯尔曼曾在 《亲密关系》一书中讲 只有夫妻共同协作 或家务承担大体相当时 双方的婚姻幸福感 才能都表现为正直 丈夫眼里有活 是对妻子的在意 也是对家庭的责任感 他们把爱与关怀 融进柴米油眼里 让家人过得踏实安心 二 妻子嘴里有话 微博上曾有个征集 婚后分享遇丧尸的瞬间 有人说 当我把我的小欢喜 兴致勃勃地说给对方听时 只得到一个冷漠的 然后我再也不想讲话了 有人说 当我对他诉说 生活中的烦心事实 他不客气地反问一句 谁不是这么样熬过来的 当倾诉的热情遇到敷衍 难过的情绪被当成小题大做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慢慢丧失了分享欲 纪录片 幸福定格中有对夫妻 妻子原先是个话了 孩子有哪些小进步 今天遇到什么开心的事 他都会对丈夫说个不停 丈夫却嫌他烦 每次都不打理他 被感失望的妻子质问丈夫 你为什么宁愿看手机 也不跟我说话 他得到的依旧是沉默 久而久之 妻子放弃了挣扎 两个人即便面对面 坐在床上 也是各看各的手机 彼此相对无言 心理学家认为 说废话是具备幸福感的表现 一个家庭中 妻子滔滔不绝 丈夫耐心倾听 彼此才能在人生路上 长久结伴而行 李彦宏 曾在多个场合提及自己的妻子 他们一起生活二十余年 妻子一直都保持 跟他分享生活的习惯 有时是一些生活琐事 有时是一些奇思妙想 李彦宏不管多忙 都会认真倾听 他偶尔会提供一些建议 也经常跟着妻子傻乐 两人相伴数年 早已成为无话不说的 知心好友 与彼此懂得的灵魂伴侣 有人说幸福的家庭氛围 就是我在说你在听 妻子愿意说废话是深爱 丈夫愿意听废话是耐心 当一个人接住了 另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彼此之间就有了感同身受 一个流动着爱与理解的家 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港湾 三 孩子心里有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 德维克认为 一个孩子身上最重要的品质 是心理任性 即面对挫折和逆境 能够从容应对 勇敢坚持的能力 一个心态乐观的孩子 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建设者 在困境中成为家人的脊梁 有这样一个男孩 他出身偏远农村 父亲患有精神病 母亲常年瘫痪在床 全家人只能靠年迈的姥姥 姥爷勉强维持温饱 从五岁开始 他就开始学着扫地 烧水 帮妈妈洗漱 清理便盆 小学时 他每天放学后 都要去减肺品 卖钱补贴家鱼 初中母亲病情恶化 需要手术 他就挨家挨户 敲门去为母亲筹钱 愁苦遍地的日子里 男孩却异常乐观 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打击 既然苦难选择了你 你可以把背影留给苦难 把笑容交给阳光 他细心照顾病床上的妈妈 同时也争分夺秒地 埋头苦度 最终以744的高分 考入清华 他就是被清华男孩旁中网 大学四年 他年年拿奖学金 毕业后 获得直接攻读 清华博士的资格 有媒体这样形容他 一个脸上带笑 心里有光的孩子 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希望 孩子生性乐观 家运自然和顺通达 孩子心态积极 日子就会平天极分暖意 作家杨将在回望一生时曾感慨 女儿阿怨是他生平最大的杰作 女儿一直是夫妇两人的开心果 钱中书生病祝宴 钱元会逗爸爸开心 提了提了耳朵 葫芦葫芦毛 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钱中书被下放远离家庭 心中牵挂妻子 女儿就整天陪着母亲 有说有笑 因为女儿的存在 命运的无偿与生活的苦难 从未打倒过夫妇两人 一家三口反倒彼此扶持 其乐融融 把日子过成了事 积极豁达的孩子 是家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从家庭中获取能量 又将这能量不断回馈于家庭 也为他的存在 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沉闷 家中都始终温暖有光 法国哲学家蒙田有句名言 一个人能和家庭和睦相处 这是人生的重大成就 家人间彼此分担 无话不谈 才能同舟共济 平稳穿越生活的风浪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请记得点个赞 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当家里幸福满满 自然主持顺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